大家好我是Rex 我知道大家不會單純想看騙人部片 所以決定第四第五話的分析一起做 雖然昨天沒上片 但我真的沒偷懶到 先來糾正上次提到索隆的西裝造型 我找到了 實際上還原的是漫畫第六卷封面的索隆西裝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有時會出錯真的很抱歉 那我們開始吧 從第四話克比會面騙人部這些原創的橋段時 我們觀眾就可以確切知道克比的角色 其實就是本作的立民主角 下一段中 魯夫吃完了整鍋三母組的毒藥湯 所有人都認為他被毒死了 致敬原創中魯夫被催眠睡著掉下去 所有人都認為他摔死了 在騙人部帶著海軍與科洛對峙時 科洛說騙人部失去他母親後就開始說謊 騙人部說別扯到他母親 這對應到了原創的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克洛說騙人部的父親是個下山爛的海賊 所以騙人部很生氣 第二個地方是梅莉和柯亞說 騙人部第一次說謊是為了重病接近死亡的母親 那索隆在經歷掙脫時想起過去少年時期修煉的回憶 也就是原作第五話動畫十九話中 孩童索隆的過去 在正人劇中對達的地方在戶外 接近原作漫畫的背景 也不是打說柯依娜才加入道場 這裡是動畫原創設定 在正人劇中特別塑造少年時期的索隆 說柯依娜不是自己的朋友 別來跟著自己說話 自己是這裡僅次於你的見識 在原作是道場的其他類似索隆的跟班們說出這段話 正人劇中的索隆認為自己會輸 是會用主劍而不是真劍 多少是為了更自然的塑造出 原作索隆為何要拿著真劍去找柯依娜做最後的勝負 將視角轉到騙人部 為了拯救柯亞 她爬樹去敲窗戶找柯亞 就跟動畫一樣 不過原作騙人部不用爬樹 就可以在一樓找柯亞了 那正人劇中 騙人部做出了和原作不同的舉動 既然沒辦法拉柯亞逃走 就直接待在房間面對克洛 因為原作騙人部要被守衛 加上村民們和美麗槍殺 不得不先逃走 在克洛夏爾拉殺戮指令後 山姆和布奇都穿上類似原作中的服裝 說真的啊 讓山姆變成女生然後穿這個服裝 絕對是真人劇最成功的改變之一 否則 嗯...對 那腿毛齁 那總之呢 真人劇加上了柯亞會重病 是自從克洛來之後搞的鬼 不是原作中 因為失去父母才精神重創而得病 克洛願意待這麼多年 就是為了等到自己取得可亞性能後 得到穿場競技權後 好殺死可亞 卻不會讓村民們懷疑 因為村民們都知道可亞終病多年了 那下一段的劇情中 索隆徒手攀岩想要逃出警鐘 並且由疊下去再度爬起來 很像是黑暗騎士黎明升級中的 布魯斯四死一搏成功逃出監獄那一段 在索隆與古伊納的決鬥中 索隆最後落敗的方式和原作幾乎一樣 唯一的不同是 因為大家也學過的高中物理 告訴我們刀掉落的速度不會比兩人決鬥完還要滿 所以原作是古伊納先將刀刺在索隆旁邊 索隆的兩把刀才掉落 和真人鋸的順序是不一樣的 之後索隆對柯伊納說 殺了我吧 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在武士道中 真劍勝負通常就是決意生死 那真人版的索隆比較傲嬌 看見古伊納因為自身性別而趕到迪洛斯 才終於脫口說出了自己一直以來都以他當作目標 兩人也在此立下了如原作那樣的約定 而柯伊納也唸出了自己的全名 雙月柯伊納 這是在原作非常後期 何治國編才揭露的 柯伊納其實是打造出野魔以及何道一文字的傳說道將 雙月跟三郎其孫女 所以你得再強調一次 真人版果然有偉田監督真的非常有心 那在柯伊亞帶騙人布等人逃到隱藏的房間時 騙人布因為蜘蛛嚇到整個人都跳起來了 首次對於原作中騙人布那膽小的個性 我是覺得塑造的有點太慢了 但雖然蠻正常的 畢竟現實中更多人膽小的一面是害怕蜘蛛和捆衝那些 下一段我們的索隆總算要爬出井了 回憶起柯伊納知識 索隆向師父跟次郎請求將柯伊納的刀交給自己 跟次郎回答 這是把西式寶刀為何要給你 帶出的真人劇似乎也和原作一樣 合到一文字是大快刀21攻的其中之一 市價1000萬貝禮 在真人劇這裡比起原作 跟次郎一聽到索隆要刀就一口說好 更偏向動畫原創中 因為聽完索隆與柯伊納的約定 還有看見索隆的決心 才決定將女兒的遺物交給索隆 那索隆爬上井這幕有新月喔 如同原作的設定 克洛在新月時能力會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真人劇的克洛或許比原作的狀態要更強 索隆爬上井後 恰巧看見了剛醒來的魯夫 順便給了貝魯梅伯一拳 魯夫高興的說 索隆你是專門來找我啦 索隆回答 我是想回屋子 但不知道為何走到了這裡 那這條路其實是出口 所以跟屋子是反方向 再次強調了索隆是路次的設定 回到屋子中 在真人劇克洛比起原作 更強要自己多討厭當可亞的管家 認為可亞浪費了天生的資源 和原作一樣 索隆負責對抗貓人的兄弟 痾...還是我要說貓人兄妹 另一幕就是克洛要對可亞出手師 魯夫即時趕到伸出他的手臂 攔住克洛 這幕是改編至原作 克洛要幹掉騙人不死 魯夫伸出拳打倒克洛 真人去不這麼做的原因 大概是為了讓克洛別那麼早掉逼格 之後也向原作展現無聲部啊 那魯夫四處轉頭找克洛在哪裡 克洛向魯夫說自己想要安穩 所以計畫了這一切 原作是向可亞說的同時 魯夫等人一起聽到的 在下一幕 索隆因為二打一所以拔出兩把刀 這倒是第三把刀被山姆偷走了 被隨便射到一個柱子上 原作中 索隆因為只打山姆 所以手上只有一把刀 因此是兩把刀被偷走的 兩部的共通點是被偷走的 都有最重要的合到一文字 那和克洛的決戰中 魯夫和原作不同是先嘴抱克洛 放棄所謂的海賊夢想和野心 原作是打到克洛的同時說的 並且真人去打到克洛第一拳的方式 是認真的聽克洛的腳步聲 和原作因為克洛直接衝上來腦衝 所以被魯夫反擊到不同 最後如原作一樣 無聲部還來不及展現 就被魯夫抓住被一招橡膠中板給擊飛了 動畫是有加戲 無聲部的狀態下被魯夫抓住才被擊敗的 那為何魯夫要用橡膠中板呢? 因為原作39話擊敗克洛這話 正式叫做鐘聲為了某人而想起 而正人劇中似乎也是對應了這一點 原創的片人部從小說謊時 都會打響村子裡的鐘聲 這鐘啊 雖然是魯夫打克洛想起的 但也是片人部為了可亞而打 好傢伙 韋田肯定也會想到這一點 之後如原作可亞將傳證於了魯夫等人 在正人劇中 梅利是名律師而非管家 魯夫為了紀念死去的梅利 將傳取名為前進梅利號 可亞此時穿著的衣服是我先前提過了 海賊王彩色漫畫版中623話 飛夜的粉色洋裝 再加上動畫版中外出時套上的黃色大衣 那在本畫第四話和原作片人部自己決心出海不同 是可亞鼓勵片人部出海 告訴他自己的夢想是念書當醫生 就跟原作設定人一樣 可亞告訴片人部 以後想要聽到真正的片人部船長的故事 在離別前親吻了他 表達自己的心意 和原作那種純友誼不同 也收回了前面第三話 騙人部問魯夫 可亞喜歡自己媽的伏筆 同時魯夫也給出吐槽 我才是船長吧 對應原作邀請騙人部上船後 騙人部說自己是船長魯夫的回應 最終給的觀眾鏡頭 是梅利號前往海上的同時 響起了經典動畫版OP1 VR的變奏曲 索隆躺在吊床上 和動畫中 梅利號的男生房間非常類似 片人部所在的廚房也是 不管是大門還是透光的天窗 都和偽田設計圖中的梅利號非常類似 整個設計都是用心在還原 那魯夫當然也是如原作那樣 坐在梅利號的船手下 十分還原經典 下一幕如原作42話 騙人部畫了以自己為船長的海賊騎 是個笑點 但本集的結尾沒有開心的結束 海軍追上了魯夫等人 正式卡普的戰艦 那也如原作有個漢字 寫著海軍和一個狗頭 然後魯夫一拿望遠鏡 看見軍艦上的人正式卡普 大聲說出了爺爺 讓眾夥伴大聲驚呼 改編動畫313話 原作431話 卡普去找魯夫 魯夫說出了自己的爺爺 是海軍英雄卡普 那從此時開始第五話分析吧 卡普為了追擊魯夫 決定用手丟出炮彈 這改變至原作中經典的卡普招式 全骨隕石 那面對全骨隕石 魯夫原作用出了橡膠氣球 比起動漫中的卡普 一點就是對著孫子放海的 真人巨的卡普 似乎對沒抓到魯夫這點 充滿了複雜的感情 而克皮拯救了貝魯梅伯 不被傳感壓到 開始鋪陳貝魯梅伯 會慢慢被克皮的人品折服 最終成為真正的朋友 另一邊夥伴們 對魯夫的製造感到精細 因為之前沒看過 魯夫說自己是第一次使用 因為在原作15話是為了對抗8級炮彈 才首次使出橡膠氣球的 在證據因為沒對上8級炮彈 所以才是首次使用 那在這集呢 終於索隆換上了原作那件 有三顆扭扣的衣服 那在這裡啊 納梅對索隆說 你是他第一個夥伴 所以該由你去找魯夫聊聊 索隆說好吧 終於在本集 索隆不再否認自己不是魯夫的夥伴 下一幕魯夫帶大家脫離迷霧的方式 是用自己的鼻子聞出失誤的味道在拿 因而找到海上餐廳巴拉蒂 原作中魯夫愛吃15歲 嗅覺很敏銳 是一種動漫跨世後的笑點 沒想到真人劇 改編成其中一種魯夫的能力 而且作為能夠逃離迷霧的一種手法 顯得非常自然 這裡在真人劇第三集 就有提早浮塵 魯夫說跟著自己的鼻子走 就能帶索隆到餐廳 原作42話是海賊獵人約瑟夫與牆尼 推薦魯夫去海上餐廳 並順便提到鷹眼似乎在那 才前往海上餐廳巴拉蒂的 那這整個造型呢 比起原作更有現實中餐酒館外貌 並融合高級新餐廳的內部裝潢 當然也有至今原作的旋轉階梯 門口的原創接待服務神是個漁人 提早讓觀眾知道漁人 在這真人劇世界觀眾是很常見的 長相類似原作的漁犯沙皮 沙皮是個漁人和人類的混血 所以漁人特徵較少 這裡似乎是純種漁人 那登上巴拉蒂後的騙人布 改變了穿著 這身造型是出自尾田容易老化級 Colorwalker 4的騙人布船長造型 納美的衣服則是改變至原作 巴拉蒂片納美的服裝 只不過真人劇將原本突然WB 改成更加時尚更性感的鏤空設計 那索隆因為佩戴著刀啊 所以沒辦法坐右邊的位置 服務生問需要幫索隆保管嗎? 索隆說不用 再次強調如原作設定 索隆就算睡覺也都不會離開他的刀 那下一幕 香吉士獨創的大象真鮪魚料理 這個大象真鮪魚呢 是出自原作98話 動畫51話 就是沙皮賣給香吉士的珍稀食材 且香吉士的廚師狀也是十分還原原作 在真人劇還特別解釋 香吉士身為一個廚師 怎麼會穿西裝端餐出去呢? 原來是被哲乎趕出去 要香吉士去招待客人 和原作香吉士的料理 早就被認同可以端上桌去招待客人不同 那在我們現實中啊 法餐的廚師出去面對客人 通常會穿上利件乾淨 專門面對客人的廚師服 而不是西裝 這裡的改編是因為香吉士 其實是以服務生的身份 所以穿上西裝 那真人化對原作香吉士 經典的西裝造型做還原的同時 任何的現實、法餐的要素 其實是很用心的 那如原作香吉士看到有人浪費食物就爆氣 扁得其中一人很明顯就是 原作一樣被香吉士扁得 海軍雙鐵拳分不敵 那紅衣女士也是原作分不敵的女伴 吐槽下卡普的稱號是鐵拳卡普 分不敵一個雙鐵拳 是要說自己比卡普更強嗎? 那我們繼續了 香吉士因為看見納梅 所以變得更認真介紹的推薦酒類 如原作一樣是喜愛美女的個性 只不過和原作不同 納梅並沒有認為香吉士這樣很紳士 如現實的女性通常不會馬上接受 眼前男人突然展現的好意 將鏡頭轉到海軍 克比對卡普不請求附近的海軍資源感到困惑 因為此時的他必不如原作 知道卡普其實是魯夫的爺爺 之後卡普聯繫了鷹眼問他現在有空嗎? 鷹眼回答 正在打發時間 所以正獨自一人見面克力克海賊團 這回答其實是對應原作 鷹眼多少是為了打發時間 才去追捕克力克海賊團 卡普希望鷹眼去抓捕魯夫 千萬巴拉蒂 跟原作慢慢追捕克力克海賊團 才剛好到巴拉蒂不同 不過克力克的船艦也如原作一樣 被鷹眼一刀斬毀 不過展示的手法更現實 沒有肉眼能見的劍氣特效 劍氣是看不見的 但是透過被切開的海浪 可以知道有斬擊過去了 克力克問為何追擊我們? 鷹眼回答 唉你們打擾到我睡午覺了 正是原作中哲普對阿金說 你們被殲滅的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打擾到鷹眼睡午覺 在真人劇中還真的是呢? 那克力克也如原作一樣 展開盔甲的炮 無自量力的對鷹眼發動攻擊 克力克炮彈上面的圖案 正是他們自己海賊旗上的圖案 那從克力克掛了倒下的這一幕 可以看見後方也有人倒下了 那正是原作克力克海賊團 第二部隊的隊長帕魯 而且真人劇中 克力克海賊團就在此被殷眼全滅了 下一個場景 魯夫等人干貝的畫面 騙人布是喝啤酒 魯夫喝牛奶 不知道是年齡設定和原作不同還是怎樣 因為原作的魯夫和騙人布是同年的 下一幕魯夫因為沒錢付餐費 所以被哲普拉去打砸一年 這在原作是因為魯夫意外破壞了 巴拉第野天花板 所以才必須打砸一年 這陣打砸服裝也和原作幾乎一模一樣 那正人劇中的魯夫 因為吃了香吉斯被責捕丟掉菜 以及前面他的戰力都引起了魯夫的注意 在正人劇那沒想離開的方式 不是偷走梅利浩 而是額外去買前往柯諾梅群島的船票 之後在本劇再次強調 真人版克比什麼都不知道 原作是他解釋俯首夢卡是誰 現在他連陰眼和七五海都不知道 還要被魯梅伯解釋 那在原作七五海的設定 以及陰眼式七五海 都是在漫畫69話 要前往惡龍的領域時 約瑟夫說明的 回頭魯夫洗碗那邊 剛好香吉斯在休息 兩人就聊幾天來 香吉斯聊起了自己的夢想 是找到蔚藍海域 在原作他是在巴拉第篇章接近結束時 香吉斯才和魯夫聊起這件事的 且真人劇中的蔚藍海域 不只是全部的魚類 還具有稀有的香料以及其他食材 之後大家最期待的阿金也登場了 我這裡稱為黑金 他也像原作一樣快餓死 於是香吉斯不顧帕提的意見 做了牛肉炒飯給黑金吃 動畫原創是給阿金吃海鮮炒飯就是了 然後也如原作這裡的 黑金告訴魯夫別去偉大航道 太危險了 我的隊伍失去了50艘船和5000名手下 這數量和原作設定的一模一樣 不過真人劇沒有說出自己是 克力克海賊團的成員 只說自己是某一隻強大海賊團的成員 將鏡頭轉到克比這邊 他對卡普說 七五海制度是不公平的 那卡普桌上有一堆肉 還說自己快吃完了 還原了原作卡普巨大的食量 初次登場就吃了842個甜甜圈 之後真人劇卡普回答自己拒絕升遷 只當一個中將是為了自由 如同原作地靈化王者天下前傳所說的 而卡普也因為克別這些話開始認同他了 接下來的鷹眼遇見索隆和原作不同 索隆不用別人描述就一眼認出了鷹眼 那世界最強的劍士並向他發起挑戰 鷹眼便答應擊敗索隆後再抓捕你的船長 隔天早上約定的決鬥時間到了 鷹眼看見魯夫時說了句 要抓你這小子還派我來 不過我喜歡你的草帽 提早並且自然的將原作鷹眼是紅髮的多年至焦 這個設定帶出來 也和原作將帶在脖子上的小刀拿出來 說自己對兔子不會用加龍炮 對應原作 我不是那種為了獵兔子而使出全力的愚蠢野獸 之後接住了索隆的第一招 這個姿勢也是還原原作鷹眼擋住索隆的鬼斬 只不過因為真人劇的限制 索隆是用雙刀流而不是三刀流 之後鷹眼說戰鬥不是光靠力量 這次原作在開打前索隆對鷹眼說自己從未看過如此柔軟的劍 鷹眼回答 只有力量的劍是沒有強度的 鷹眼的下一句台詞說索隆就像井底之外一樣呱呱呱 對於原作鷹眼要接觸索隆的鬼斬前說的 井底之外知道世界的廣大吧 這場戰鬥和原作一樣有穿插索隆的回憶 之後索隆是跳起來攻擊後被小刀插入胸口 那索隆把刀從後面往前砍的姿勢 多少有點致敬原作的招式虎獸 那真人劇的納美其實沒有離開 而是回來看索隆的對決 之後如原作鷹眼為了盡索隆的尊嚴與勇氣 拿出黑刀葉要斬殺索隆 於是索隆也使用了三刀流要完全使出全力 這一次就真的不改編 很懂我們粉絲要看的是什麼 近乎還原前期的大招三千世界 從曼轉到快之後 與一眼直接碰撞 可惜的是為了更還原現實的效果 兩人是跳起來互砍 而不是原作那樣平面衝撞 之後也是如原作索隆說 悲傷傷痕是見識的恥辱 於是就被砍了一刀 那真人劇為了情感張力 魯夫斯不知道索隆會不會活下來 所以對應援有敵意 也如原作那樣說出 我不管 我要成為海賊王 個人感覺更好 更有感情 之後索隆也像原作那樣 舉起河島英文之法事 為而不讓魯夫失望 身為海賊王的副手 自己在超越鷹眼之前 絕對不會再輸了 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 喜歡可以訂閱和分享 或者加入頻道會員 按下超級感謝 我們下次見吧